牽手观音 释迦牟尼佛 杨柳观音 冯博生极乐寺办理的 小观音装扮秀活动 吸引了56位小朋友参加 年龄最小的是2岁 今天把小朋友装扮成地藏王菩萨 妈妈是说地藏王菩萨 对对对 然后来今天参加这个活动非常开心 我当我妹妹装扮依赖的那个菩萨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很乐乐 很可爱小朋友好天真 今天很开心 极乐寺然后办那个小菩萨的活动 这样子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在家长的精心巧手装扮下 小朋友们展现出智慧与慈悲 极乐寺同时还发起了 大众诵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活动 在光辉十月 祈愿国泰民安 人民安热 极乐寺在今年发起 普门品的修持活动 会向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那灾难坚持 大家能够平安吉祥之外 还有小观音的一个装扮活动 那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也希望能够信仰传承 让信徒的第二代第三代 都有机会来佛门里面 认识佛法 那尤其观世音菩萨 代表的就是慈悲 希望人人都是观世音菩萨 人人心中都有慈悲 所以幸运大师说 人人行山好 世界会更美好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呼吁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落实三好 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让这个社会能够安定 人心能够进化 世界可以和平 走秀还有票选活动 不管是造型多元 还是动作纯真 都让参与民众发喜充满 期待人人行三好四给 国泰民安 人民幸福安乐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国泰民安乐